同時呢我們的新聞頭條 先帶大家來聚焦好消息 三個佳麟來報到囉 睽違了193天 三個佳麟今天沒有新增個案好看 看起來疫情稍微穩定一點點了 三個佳麟都來報到000 好 現在是不是會逐漸解封呢 那你先來告訴大家有兩個關鍵很重要 會影響到底會不會解封的關鍵等等來告訴你 不過目前呢雖然虧完1993天 三個佳麟今天沒有新增個案 但是告訴大家提醒大家 二級警戒仍然到11月1號 八道場所仍然關閉 當然呢這個在運動的時候 口罩啊還有在戶外的時候 都有逐步的解封當中 但是來看到是呢 大家注意的是11月8號開始 高鐵自由坐啊還有車廂走動 等等的這個會逐步的來放寬很多的限制 而金峰也會增加車廂數了 先帶您來關心 第一個部分是陸海空廠站飲食的開放 那我們從明天開始 有這個三項的一個開放 一個是客運轉運站 客運轉運站包括國道跟市區的公車客運 從明天開始 在後車區可以開放飲食 那另外是海空運的廠站部分 明天開始國內的廠站就開開放飲食 國內包括國內的航空會離島等等的 他是可以飲食 那另外在國際航空站跟海港的部分 我們在國際場站出境的部分也開放飲食 換句話說你如果要出境 從這個大廳一直走走到這個管制區內 你可以飲食 然後相關的餐飲業也開放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這些餐廳 那個可以在在內來這個使用 那國際場站的路徑的部分 因為路徑是現在整個指揮中心 管制最嚴格的部分 我們還是嚴格溫流管制 要求他在指定區域內 這個離開場站 所以這部分是完全不開放 高鐵自由座的開放 因為高鐵他本身是有29天可以預定 所以他沒辦法 比如說在這個實業 事實上 原來高鐵的10到12都已經用一般的座位 已經被人家預定 所以在整個會在下個月 11月8號開放自由座 那同樣在11月8號當天會把所有的班次 從現在899班 調回疫情前每週1016班 也就是說往完全回復正常的方式來 來進行 那自由座大家所擔心的是不是會有太極的問題 那我們協調高鐵公司就是目前 自由座是在10到12總共3節 所以高鐵公司在通勤的建峰時段 會增加4到8節的自由座 然後並滾動檢討調整這個車廂數 也就是說如果10到12太擁擠的時候 在兼通的時段 他會增加其他的這個車廂當自由座 把自由座的這個擁擠把它分散 那除了增加自由座的車廂以外 同時是這個整個需求 來增加班次來舒緩這個自由座的人潮 那這是高鐵自由座的一個部分 好 高鐵自由座即將要恢復了 不過現在台灣疫情看起來 越來越趨緩 不少人關心 講義極有沒有可能 到底什麼時候能夠解封 解封喔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至於明年是否有沒有可能呢 好 先來看看陳靜仁 他在今天出席活動的時候 會前媒體問到明年 疫情什麼時候解封呢 他表示說大家努力把預防接種 達到預定的目標 而加上的藥物的使用 相信明年的疫情能夠控制的很好 不過提到疫苗接種就趕快來關心了 新冠疫苗的接種第十二輪 準備施打三種疫苗 包含哪三種 BNT輝瑞 包含了AZ 還有莫德納 通通都有 指揮中心也採用預約分流制 BNT輝瑞在今天上午十點鐘 來開放了預約第一劑 有沒有人在今天早上去預約了 好 幾個手 四個哈囉 其實截至下午一點鐘 已經有86萬元完成了預約 明天會陸續開放AZ跟莫德納 提醒您注意預約時間 今天早上 十點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放了 三四歲以上的民眾 來接種第一劑的BNT的疫苗 那在 從今天早上十點到 中午的一點鐘的時候 已經有86萬人完成的這些的預約的 這些的程序 那我們接下來在明天的時候 還會陸續的開放 在陸續的開放七月十六 民眾七月十六號以前已經接種莫德納 第一劑 的這些的第二 第一劑的這些疫苗的民眾來預約第二劑 然後AZ的疫苗接種第二劑 然後莫德納的也來接種第二劑的部分 那 這部分的話 還希望我們民眾還能夠符合資格的 把握時間來進行預約 那預約的時間會一直到了 十月二十號中午的十二點 我來看 一會兒 咱們 一會兒 雙 一會兒 小老